小叔 剛才有人敲門 開門後我只看到這個 這就是東北姐姐的老花 她剛剛還帶著呢 小叔 我一定會安全地幫你把冬月姐姐帶回來 你去找紫媛姐姐等我消息 若是找到這批軍械 不知殿下將作何處置啊 當然是人贓病或上包陛下搬到冯夕來 殿下說得好 那事不宜遲我們立即出發 相爺 殿下 相爺 人已關在東相房 東西也送去了尚書府 公奴守全體待命 隨時可以出發 不知相爺所抓何日 帶著公奴守又要去哪兒 殿下還是不知道得好 冯夕私藏軍系 雖然涉嫌通敵 但畢竟還沒有定罪 曹帥將他殺了 似乎不太合適了 你不是也說了嗎 涉嫌通敵 只要把這條給他坐實了 冯夕之死那是早晚的事 身為重臣 怎麼能濫用私刑 上次他假借殷實的事 暗渡陳倉 害得我損失大筆軍費 你不也被陛下責罰嗎 還累積你我二人離心離德 這筆帳 怎能不跟他算哪 我將冯夕私藏軍械一事 告訴相爺 是讓相爺助我一臂之力 將他繩之以法 不是讓相爺殺人泄憤 是嗎 殿下 冯夕太狡猾 你不是他的對手 那 這次祁山就有老夫 帶老跑一趟 殿下就在我府中喝茶休息 等著我回來 相爺 你究竟要做什麼 前幾天聽說 三皇子的人出現在祁山 三皇子 三皇子應該不會 幫做冬月吧 若不是三皇子 那只有一個人 如果你說 這次祁山 你現在有道理 我賺了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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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兒 我去哪兒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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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山军蟹 转移得怎么样了 这两日 我和慕容姑娘已经转移了不少 全部伪装成道具 混在了加曼歌舞团的行李车里 还剩一批军蟹 打算今晚转移 明日城门一开 就可以悄无声息地混出去 不 明日太晚 可是 如今城中风声鹤唳 加曼歌舞团这么大的阵仗 想要出城 怕是混不过盘查 无妨 你让他迅速出发 先将转移到歌舞团的军蟹 即刻运出京都 骑山剩下的那一批 另做打算 这批军蟹 不能落到总项手里 然后再于宫外与我回合 小叔 那你呢 我另有事要办 大乐 大乐 子鸢 大乐 我 我听说 冬月姐刚刚被人抓走了 我和小叔正在想办法救他呢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我也学了一段时间功夫了 说不定 不行 对方这一次一定会设下重重陷阱 你去太危险了 就是因为危险 所以我要去帮你们 你就留下来 我保证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你等着我 大乐 这个给你 大乐 我来说 我去听说 我听说 你得很快 我看你 你不过 我真的 你不过 我问你 是 我 我 你不过 我 你不过 我 是真估计的东西了 站住 走吧 等一下 走吧 停车 检查 冰大爷 我们是蜂蜜进宫表演的 车上都是些舞娘 后面也都是些女人的东西 你这样摊开来检查 这怪不好的 别废话 查 墨蓉姑娘 墨蓉姑娘 这是前几日您进宫县议时 诸位娘娘给您的赏赐 其中还有贵妃娘娘 亲手为您制的帕子 您怎能如此无礼 忘记带走呢 是我一时疏忽了 还望大人 在贵妃娘娘面前 待为隐瞒 刘蠢 有劳大人了 多亏我及时赶到 不然的话 还不放心 走吧 走吧 殿下 殿下你没事吧 清晓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听说殿下下朝之后 去了左相府 许久未归一定有问题 所以我就找过来了 我被左相骗了 左相人呢 有人看到 左相去了承熙 还带了大批工奴手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冬月 你看到他没有 冬月 我从左相府挨戈找过来 没有看到他 殿下 要不要立刻入宫 禀报陛下 来不及了 清晓 给我便马 我要立刻去秦山 殿下 秦山现在形势混乱 你一个人去 能做到了什么 对 我一个人做不了什么 所以你通知 玉丰科所有侍卫 立刻前往秦山 一刻也不能耽误 殿下 方元 你要的东西 全部都在这儿 人可以放了吧 冯夕 你别管我 你交出军械 就等于认罪了 再大的罪 我也要非救你不可 向远 这确实是兵部的军械 这个女人果然是你的软肋 为了她 你真的什么都肯做 左相阻止多谋 是我输了 放人 人呢 把所有的军械全拉回去 一箱都不能少 是 是 是 都搬走 保护相爷 冯夕 你果然是诡计多端 防不胜防 留着你在这个世上 迟早是祸害 小叔 你先走 我拦住他们 到了 我要你这么大 不是让你为我挡箭的 少废话 放箭 我拦住人 要快 我拦住了 走 小叔 您受伤了 没事 你不要命了 不信 今日之事因我而起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在这里 我不会死 你也不会 老公 统统给我杀死 都给我住手 三殿下 向日要再不收手 七山一世就不可收拾了 明日我就进宫 跟父皇好好说一下 我在左相府受的招待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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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在报复 你醒了 昨日在祁山 你武功那么好 为什么之前一直装作不惠武功 来骗我 你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要杀我 我只是不想太陆封王罢了 我以为你装不会武功是为了捉弄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如果那箭再偏半寸 你就不会在这里跟我说话了 你哪有对不起我 明明是我对不起你才是 你还记得 当日在主明义 骗你赐我一箭 那是因为我知道 以你的武功杀不死我 今天 我终于把这一箭还给你了 那一箭我早就不犯在心上了 齐山的军械 到底是不是你藏的 你也看到了 齐山的军械 都不计兵不丢的十分之一 我只是为了自保罢了 真的 之前追查军械 左相坚守自盗的丑事被曝光 失去了陛下的信任 这次他借机会对付我 要置我于死地 怎么 不信我啊 你这次真的太冒险了 现在人人都知道你武功卓绝 日后岂不是更危险啊 只有一辈子做贼的 哪有一辈子防贼的 今日之事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只是没想到 会来得这么快罢了 准备好被刺杀了吗 是啊 只不过 没让更多人知道 你能够自愈的事情 所以他们都是冲着我来的 以后无论如何 我都会护你平安的 够了 别再说了 你再说下去 我怕我会当真 不肯定是 离不开 就不要走了 我知道我骗过你 但是我从没想过伤害你 你敢不敢再信我一次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不得已要分开 请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我是不会给你机会离开我的 说好了平平安安回来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要不是小叔和冬月 我可能还要多爱几下呢 别碰 别碰 痒 奇怪了 这个药缸 你之前也用过呀 为什么这次伤口又红又肿呢 可能跟我吃的其他药犯重吧 你看 你的平安符还是灵的 到底还是把我平安的带回来了 既然这么灵的话 那你以后就随身带着 就少让我担心些 药膏用完了 你就先休息吧 我明天再拿个新的给你 走了 紫月 你大早这么兴师动众 竟然只是为了想让我帮你 找这个瓶子 你觉得我是闲的话吗 你不要管 你够就是 虽然你是表小姐 但也不能白白指使人 行了 给你 给 对了 刚刚到了让我问你 什么时候去帮她换药呢 我拿这个药罐子 就是给她做药用的 我做好了 自然会给她送过去 好 看你得意的样子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冯大人又夸我文笔好了 此次加曼歌舞团 进京演出 我写得灰声灰色 冯大人还说 是不是突然给我塞钱了 瞧你这点出息 真正的大事你不去写 写这种花边新闻 倒是挺起劲 我怎么就不写大事了 刚刚我还在和大人聊 此次齐山之事 该怎么写 这事牵连甚重 你一个八卦小报 怎么能随便乱写呢 我怎么乱写了 大人说了 此次齐山之事闹得太大了 与其瞒着 不如让大家都知道喽 不行不行 这事传出去 可是要掉脑袋的 无非就是争风吃醋嘛 虽然左相三皇子位高权重 但也不至于要了我的脑袋 你说什么 争风吃醋 不就是 大人 左相三皇子为了冬月争风吃醋 在齐山火拼一场 紫园 这个时候找小叔干吗 难道专门给小叔送药的 不是给大人送药 难道还是给你送药啊 不是 上次大人受伤 我也给大人送药来着 也不知道他用了没有 那个药皮 好眼熟啊 女孩子送药嘛 当然要找一个漂亮的药皮 我上次也给找一个漂亮的药皮 说不定大人就能多看了你 是吧 闭嘴吧 你个麻痹精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如果我有缘日日陪在大 算了算了 我还是回几血 大人交给我的任务吧 说不定大人一开心 走了 刚刚那个药皮 不是早上小悠帮她找的吗 还以为是专门给我的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没看出来别人只把你当弟弟 就你傻呵呵的自作多情 这根本就没那意思 怎么那么傻呀 好 好 紫月 你受了伤不回去睡觉 还来这里喝酒 你想伤好烂得更快吗 你好烦呀 我又不是你什么人 成年管头管脚的感受 是啊 你不是我什么人 那现在我请你回去睡觉成不成 我知道 我比不过小叔 小叔长得又好看 又有才华 可是我求求你了 能不能不要对我那么好 不要那么关心我行不行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 我对你好也有错是吗 而且人家冬月姐和冯大人 那是天生一对 你是那门子错 算了 喝多了 扶你回去睡觉 起来 我在你眼里啊 是 女人 在你眼里啊 是 我 黄 对 对 你 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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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那瓶药是给我的 结果我等了一整天 都没有等到 那个药本来就是给你的 当我想到 你用芦荟浇会起诊 我就去找冬月姐 参考了一下方子 所以 那瓶药就给你小叔了 你忘了吗 我给你上药的时候 我看你伤口周围又红又肿 我还问你 你是不是跟什么药犯冲 我记得 记得呢 冬月姐说了 要把其中的一味药换掉 等我换掉之后 就已经是后半夜了 但我想着你着急用 我就装了一个 普通的瓶子给你 是啊 你的药瓶是没有你小叔好看 你不会连这个药技巧吧 没事了 没事了 那等你忙完了以后 记得帮我擦药 我背后的伤 我自己擦不到了 对了 我这次给你配的药 可跪着呢 就你的屁子金贵 下次 记得把药钱还给我 你怎么好都不学 学得跟那个慕容益一样抠门 你忘了 上次花灯节的时候 你喝醉了 要请所有人喝酒 还是我给你出的钱呢 要不要我学学你当时的豪言壮语 给你看看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喝酒的样子就好看吗 昨晚 你怎么知道我昨晚喝醉了 你也在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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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在 我是今天早上叫你起床练舞的时候 看你睡得跟死猪一样 我听他们说 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你说着你 小小年纪 学大人喝什么酒啊 要你管 对了 你飞镖练得怎么样了 你看这 你 有进步吧 一般般吧 谁一般般 谁一般般呢 谁一般般呢 谁一般般 谁一般般 没想到 你舍不飞标的技术呢 你到底怎么样 掐人的技术呢 就掐你 就是 这事 你 这事 我 不是 你 你 吗 我 从 你 全部 我 去了 你 你 我 我 都 了 尔玉 如今已经是启元十五年了 战争不久就会发生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相信冯夕没有和陆远潼勾结 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陆远潼呢 冬月 我怕你伤识许久未遇 特地从宫里给你拿了一些新调制的伤药 可能这次伤的比以往重一些吧 殿下过来找我 应该不只是为了送药吧 冬月 请你见谅 那日我被左相软禁 有心救你 却迟来了一步 若不是冯夕 我怕是要包含终生的 岂山的事 殿下就别停了 若是让陛下知道 与谁都没有好处 可我最恨的是 我明明可以抓到冯夕四孕军械的罪证 却被左相作梗 铺了个空 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 就不知道何时了 殿下 或许这样说 你会不高兴 但我总觉得 你对冯夕有一些误会 冬月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接近冯夕 是为了搜集罪证 要一起定罪冯夕 扳倒陆远洞 难道这些话 都只是说说而已吗 这些话 殿下 当时是我太天真了 扳倒陆远洞 哪有那么容易 就像你说的 如果那批军械 到了陆远洞的手上 你才带会怎样 陆远洞人在边关 拥兵自重 若是她再拿到这批军火 后果不可顾量 军械丢失 无凭无据 这批军械 所向已经失势 冯夕虽然可恶 但是我相信 她绝无谋反之心 罢了 你还不知道吧 骑山爆炸之后 所有的证据都没了 如今就算你不求情 我也没有什么证据 足以撼动冯夕跟陆远洞 冬月 有一件事 我想了很久 但我一直不敢问你 我怕得到的 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殿下 对不起 你忘了 你跟我在桥头出狱 雨中漫步 在玉凤阁拔起来 这种感觉 马上 我还能给你 我爱你 您说 我还能看 那种 是 这种感觉 我还能给你 不 我还能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